不是说瓷器上边老的都有隔离光 这一点大家千万要注意 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鉴赏一支大赏盘 这件大赏盘的知识非常的重要 这种赏盘也是收藏品市场上非常热门的品种 在市面上防品非常多 打眼上当的收藏者不在少数 我们这件大赏盘保持了原赃皮壳状态 学起来这个知识比较好消化 大家真正看的话都能学会 我们今天分享的知识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把这件赏盘的材料工艺叫什么名称 给大家说一下 第二点把这件盘子的器型工艺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就是它的年份 这是重点知识 第三点给大家说一下市面的防品有哪几类 大家收藏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大家第一眼看上去 这个材料是不是非常的乍眼 从视觉上来说 这个红非常的大红 枣皮红 这个绿非常的深绿 等这个黄色跟这个中间的紫色 也是比较幽深的 缺少了这种清新淡雅的感觉 对吧 这个材料名称叫什么呢 叫五彩 这个五彩呀 经常有藏友问 它一定是五种颜色吗 这个说法啊 之前咱们给大家讲过这种五彩的大将军罐 或者呢 五彩的这种小眉皮 五彩是以红绿黄三种颜色为主基地 大家看了吗 红绿黄为主基地 其他颜色只要跟它们搭配合理 即可称为五彩 这个五彩创烧于原末明初 在什么时期达到顶峰呢 就是清早期顺治康熙时期达到顶峰 好多网络上这个参考资料说呢 在康熙时期达到顶峰 没加上顺治 在这里为什么把这个顺治给大家加上了 大家注意啊 我们接触的五彩刺器 包括清花五彩刺器 好多都是顺治晚期的 或者康熙早期的 它俩是区分不太明显的 有可能呢 这个胎是顺治的胎 它的材料是康熙时期化的材料 这句话大家在这里能听到 别说你听不到 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 为什么这胎是顺治的胎呢 采是康熙的采呢 咱们这个瓷器在烧制的时候啊 它那个先烧这个胎 后上这个采料在烧制 有可能在这个过渡期啊 它这个胎已经烧好了 它这个采当时没化 然后呢 后期到康熙时期化它采 所以说这个顺治跟康熙 我认为连起来是非常好的 大家还记得 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这种清花五彩瓷器 什么时期达到顶峰呢 是康熙中后期达到了顶峰 因为中后期开始用了右上的蓝彩 代替了右下的清花 我们这家大厂盘是纯正的无彩 它没有清花 第二一点就是呢 大家看一下它的造型啊 大家看这个盘子的底部 它是双底大盘 这个双底盘子呢 内侧小圈族 外侧大圈族 它俩相差的比较明显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百花不落地的大盘子 它也是双底的 但是这个盘子呢 是民国时期的 我们这件盘子什么年份的呢 它是清代康熙时期的 从哪几点可以判断它是康熙时期的呢 首先我们跟大家说它的材料 大家看它的材料相比较于晚清时期来说 非常的凝重 古朴 然后呢 它的化工大家看了吗 这个牡丹纹饰采用的是双击牡丹 就是两个鸡角 大家看了吗 这两个鸡角 这叫双击牡丹 是康熙时期特有的特征 然后呢 我们看它的圈族胎质 大家看啊 它的胎质非常的坚硬 这件盘子保持了圆皮壳状态 它这个表面啊 有这个护胎僵 在没有护胎僵的地方呢 大家看啊 这种细糯程度 其实这个是脏 然后看这个右面呢 也呈紧皮靓柚的状态 一会儿呢 镜头转过来 大家看的更非常清楚 胎质致密 非常的坚硬 然后呢 看这个边缘啊 大家看 这个大盘的边缘 有这种胎右玻璃现象 这种胎右玻璃现象 造成了这种抱佑的状态 这种大赏盘 大家要注意 康熙时期的 在同类盘当中 几乎都有抱佑 只要大家遇到了 一丁点抱佑没有的 大家要注意 它是不是防贫 这句话呢 咱不能说绝对了 因为有的盘子 极个别的也没有抱佑 像这种 大家见到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有抱佑 这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康熙跟顺治时期 有的瓷器刷这个降口 也是为了保护它 大家记得这种香炉吧 或者其他的这种 清花瓷器 经常刷这种降口 降溶 厚的降溶 就是为了保护它 这是它有玻璃现象 这是第二点知识内容 它的化工啊 如果大家经常 接触这种清早期瓷器的话 一看这种粗犷 简约的化工 就是康熙时期的 然后呢 第三点啊 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市面的防品 都仿哪几类啊 第一 有的盘子 它冒充呢 是光绪时期的 比如你在市场上 遇到了卖家高中林 这是光绪仿康熙的 大家记录一点 这种盘子 光绪时期的非常少 非常少啊 有的卖家 只是为了打马回眼 他说是光绪仿康熙的 而且呢 保存的比较完整 几乎都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 他确实有光绪的 但是光绪时期 仿康熙的 他这种颜色 没有这么深沉 没有这么古朴的感觉 然后我们看这个右面 他这个右面呢 有蛤雷光状态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蛤雷光 有的蛤雷光是油膜 他不能判断 此地的辛劳 好多新玩的唐友 看此地的时候呢 说有没有蛤雷光啊 其实很多假的 上面是油膜 反那种状态 你并不知道 这种蛤雷光 不是说瓷器上面 老的都有蛤雷光 这一点 大家千万要注意 而在清代康熙时期呢 这种大赏盘 质量算是非常好的了 大家在收藏的时候呢 也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尺寸非常大 达到了37公分以上 保存完整 胎纸化工 材料都没有脱落 这种盘子呀 大家注意啊 这种繁红彩 容易脱落 像我们这个呢 保存的非常完好 而且呢 化工也精细 非常的难得 我们今天拿这件盘子呢 从鉴定年份支持上来说 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啊 这有一小窍门 大家看了吗 康熙时期年份越早的话 它外边这个圈足 相距离里边大很多 随着时间的发展 到康熙中后期呢 它在里侧的圈足 跟外边的圈足 相距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在民国时期 出现这种双底的大盘呢 它是仿康熙的这种风格 这种盘子 为什么制成双底的形式呢 它是为了烧制过程当中 强度加强 不至于容易变形 在康熙时期 双底盘子非常的尚见 然后就是清末民国时期 也非常常见 它是仿那种古朴之风 这个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个双底怎么变 也给大家说了 纯纯的实践经验分享 大家呢 再别说听不到 下面呢 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再欣赏一下 现在咱把镜头呢 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种彩量 厚实程度 这种右面 圆脏 圆皮壳状态 学习起来呢 非常的容易 这种年份是比较好区分的 大家注意啊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了 这种边缘胎右 玻璃现象 在这类盘子 是非常常见的 看一下 这种胎质 细糯坚硬的状态 看这个外侧的圈足 质地非常的坚硬 看这地方 看得非常明显吧 这个盘子呢 尺寸非常大 保存完整 是非常难得的 看一下它这种化工啊 我们跟大家说 这种五彩啊 不但是康熙时期有啊 其他时期也有啊 在晚清时期 也有五彩磁器 但是这种材料 没有它深邃 缺少了它那种凝重质感 多么漂亮 架起来摆放 非常难得 这是比较好学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盘子呀 跟以前讲那种 清华五彩的 风川华将军观呀 或者小梅瓶呀 归为一类观看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把这个三点知识呢 简单的总结一下 第一点 跟大家说了 它的材料 叫五彩 第二一点呢 这是一个双底 康熙时期的大盘 年份怎么渐进 这个双底 在每个时期 随着年份的变化 有什么变化 大家呢 可以上手啊 对比一下 从实践当中 自己总结一下 第三一点呢 跟人家说了 市面上的防瓶 第一个呢 就是假冒光绪 第二一点呢 这种盘子 确实有光绪的 但是它的材料 而它厚重感 凝重感 视觉的冲击感 是没法比的 大家呢 着重体会一下 它的材料 用面胎质 这是一个 圆皮壳的大盘 非常好学习 我们还是上句话 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每期视频 都会给大家拿出来一些 精品上档次的食物 供大家参考建厂学习 像这种大厂盘呀 保存完整 这么大尺寸 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希望咱们每一位藏友 在自己的收藏道路上 少走弯路 不打眼 多收精品老货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